Hello 大家好 我是谭媚如露 一个住在重庆的台湾人 我现在在重庆的龙门号老街 看着对岸零次致比的现代化高楼 还有滔滔不绝的江水 让我不禁想起了余光中先生的乡愁 但是呢 现在两岸来往已经很便利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乡愁对我来说应该是这样的 乡愁是一扇宽宽的家门 我在这头 机遇在那头 大家一定要来重庆看看 你们会爱上的 这次参加了重庆台湾州的活动 和两岸的媒体人一起深度了解了重庆 那我才发现重庆它不仅是所谓的网红八滴魔幻城市 它也有着很多可以发掘探索的历史地域 就像我刚才有和大家分享的一样 就是走在老街上就想起了余光中先生的那首相仇